尖挑沉重的香彈 跟在頭旗後方 大陣仗層層互助 要將香彈小心翼翼 互送回宮 作為太靠近人 就會叫他們稍微走快一點 或是走到旁邊一點 香彈兩側早被煙燻成炭黑色 白沙豚媽祖前往北港進香 在重頭戲進香儀式後 在香彈上貼上封條 由香彈組負責護送 關鍵沿途火不能滅 那個都是看煙啊 滾香味啊 他們那個經驗已經非常的豐富 端午節還沒到 香燈腳門鮮油口服 乘串肉粽暖心發送 沿途點心站多到連城縣 泡麵泡麵喔 八百碗小山高的泡麵 現場煮開水泡開 不怕你餓 我們已經做這樣十年跟媽祖直輩 媽祖希望我們婚宿加起來七百碗 那我有多準備 苗栗拱天宮白沙豚媽祖返城回廟 跟隨媽祖步伐的信眾還有他 有那麼累嗎 我哭得打得心心 淚灘的拉不拉多犬趴在地上呼呼大睡 四條腿上的襪子磨破好幾個小洞 主人為他戴帽子墨鏡遮陽 底部有用那個藥布包起來 幾乎一半以上都是認識的啦 藥布拉多犬呆萌模模樣 在隊伍中人氣爆棚 擄獲不少粉絲 也意外成了白沙豚媽祖回籃途中的 吸睛焦點 三天新聞 孫羽立 邱瑞陽 三天小組雲林報導 白沙豚媽祖這個競箱活動 八天七夜 今天是到第四天 我們剛才看到是這個畫面 波羅龍空拍的角度來看 你會覺得非常的震驚 你看這張照片 不是歷史照片 就是這兩天拍的萬人空巷 在這裡真的絲毫沒有感受到 原來其實疫情很緊張 大家這個非常虔誠 非常的熱情 我想問一下這個齊悅哥怎麼看 因為這一次聽說沿路上 很多的這個神機騎士也發生了 那麼甚至還有一個網頁 他三年前就已經說 現在十月份應該要燒網船 大家說 哇塞是不是三年前就已經預言 有疫情會發生 真的 其實我們人家說沙龜瀟媽祖 今天看到這個白沙豚媽祖遶境 真的讓我覺得很震撼 一點都不像每天八九萬人去的 對啊 這個聽說六萬多人在線 尤其是他回到了北港的時候 回去進鄉的高潮系 他要進北港朝天空的時候 六萬多人擠爆北港 你看這個就是他進的整個畫面 在整個粉紅操跑的三進三退 進了 進了 這時候兩邊全部滿滿都是六萬多人 把整個北港擠爆 然後他就看到非常飛快速度的 這樣三進三退 衝進北港朝天空 到達了高手 最後在禮炮一放的時候 我跟你講現場真的嗨 一點都不像有疫情的感覺 好像回到了太平盛世 那這個整個媽祖的這個 算是遶境的高潮就在這個時候 然後他的其實是5月20號 他就整個來出發 那我們就看到他一路這樣子跑 其實這粉紅操跑速度是非常非常快 你看整個所有的六萬多人擠在北港 其實這一次有九萬人 來報名參加這一次的 就是白沙屯媽祖遶境的活動 那你去看他整個的空拍畫面 就發現說哇這真的是人山人海 但是他的速度非常快 其實他的速度 這兩天的速度 大概一天都平衡要走到50公里以上 你想想看一天50公里是高強度 一般正常來講 我們正常人在走一個小時 一天大概差不多走個差不多2 30公里 已經很極限 他幾乎是用狂奔狂跑 那在這樣子的整個的過程中最難什麼 最難的其實不是說他走很長的路 而是到底他要去哪裡呢 我們不知道 因為所有的整個路線 都是白沙屯媽祖他自己在指示 而這路上其實就發生了非常多的神蹟 就像什麼就像是 他的第一天來到這個出巡的時候 來到這個彰化壁頭這個地方 奇怪到了壁頭這個地方 怎麼整個神教 他全部在原地的就不走 原地繞圈圈 原地繞圈圈 這很奇怪 因為通常來講 白沙屯媽祖的繞進的速度非常快的 可是他就來到這個地方 繞了1分鐘多之後 突然聽到 原來有救護車 在經過 他在讓路 那表示說媽祖知道救護車要經過 所以他刻意把神教停下來 因為我曾經去問過 白沙屯媽祖的這個叫班 用咖叫班 用咖叫班 他說其實他們在到底決定了什麼 要往來邊走的時候 神教會擺動 他們在扛叫的時候 那個教子的那邊 然後到了這個路口的時候 比如說山崔路或山岔路的時候 他們會去感受到 他們會停下來 去感受到那個教子的搖晃 然後教子的那個教槓會往左或往右 他們會自己會感應 然後要往左還是往右走 而到了這個地方之後 表示他一直在原地打圈圈 不知道要去哪裡走 一旦等到救車過去之後 他才指示到要往右邊 繼續往前進 就是要說真的是讓他覺得說 這非常非常的可怕 另外他在很多路上 他也會突如其來的就停下來 到一些地方他要去住駕 比如說到這個阿婆鎖圈這個地方 阿婆鎖圈這個地方 這個主人公他之前是因為中風 結果就差一點就是死亡 因為到處醫院都不救他 在他中風很危急的時候 他心裡就一直想說 請媽祖要保佑他 媽祖要救他 後來真的找到醫院 讓他救回一命 他就認為說是白沙屯媽祖在救他 他在保護他 所以他每年都會做色紅毯的 想要看他是媽祖是不是都到那邊駐駕 好這一次到了這個地方 他一樣進了阿婆鎖圈這個地方 一樣回去那邊駐駕 他認為說他這個 他要堅持下去 他要繼續把他這個媽祖精神傳下去 這個是阿婆鎖圈的故事 令人很感動 那另外彰化福星鄉有一個車廠 這個車廠 這個老闆也是 他在2019年的時候 這個曾經白沙屯媽祖 曾經到他那邊去駐駕過一次 之後他就非常認真的 一直回去拜拜 這一次他還感應到說 要畫一個媽祖的畫像 所以他畫了畫像之後 果然神將到了這個地方之後 就繞進去到這個地方 這個是在福星鄉的車廠 另外是今天早上發生的6點鐘 土庫回暖的過程當中 經過土庫的時候一個媽媽 帶著小朋友 這小朋友是一個遲緩的 不會說話 結果他跪在路邊 一直求媽祖說 能不能來幫他的小朋友 他小朋友早產不會說話 結果 紅色粉紅超寶過頭之後 還抹鼓回來 抹鼓回來之後 用那個叫槓 然後還在就是小孩子頭上面 這樣子跟他摸頭 然後真的那媽媽大哭 認為說他媽祖有聽到 來保佑他 希望他的小朋友 能夠就是發育得好一點 因為他到現在三歲了 不可以公圍 這次王爺就2019年的時候 農曆年喔 他就跟季生那邊就是指示說 他要蓋王船 要燒王船 於是2019年的農曆年的時候 就做指示建王船 王船大概差不多蓋多久 這個王船 一般講一個王船 大概是六到八個月會好 所以這個王船 他們就是從2019年的10月 王船就蓋好了 通常講王船蓋好 就準備要去燒了 那在燒王船的過程當中 就會做很多王船叫 結果呢 王爺指示 三年後 三年後才要燒 奇怪 怎麼會很奇怪 因為他上一次燒王船 是30年前 那這次指示說 三年後燒王船 當時大家覺得很奇怪 結果後來2019年的年底 王船好了之後 陸陸續續發現 疫情來了 因為大家通常都會覺得說 燒王船 王船季 都是在趕溫育 那這一次王船也是 只是說他要核溫壓煞 那壓什麼溫 壓什麼煞 原來是武漢肺炎這個溫 這個煞 所以今年10月 他要送王船 這個大型的王船建叫 想說冥冥當中 是不是跟他有這樣子的一個配合 好 歡迎